原标题 拯救大宾瑞恩 那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你知道多少呢 相信如果要评选最经典的好莱坞二战电影的话 这个绝对是众说云云的 什么珍珠港啊 风雨者再早一点的 就会是最长的一天等等 但是 如果要评选一部对于二战转折点诺曼底登陆 还原作得最好的电影 那绝对是斯皮尔伯德导演的拯救大宾瑞恩吧 电影中的长达十几分钟 但诺曼底奥马哈海滩登陆至今都是十分经典的一幕 不少参与过诺曼底登陆 的老兵看了这段都感触十分深 这部电影中很多角色都是能找得到原型的 而且关于这部电影 其实是有很多的幕后故事 这些幕后故事也很少被观众所熟知 今天我们就来巴地巴这部电影 和那些幕后故事 首先就是范迪赛尔在剧中饰演的阿德里安卡帕佐 这个角色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先前的剧本中是没有这个角色的 可作为这部戏的编剧 罗伯特·罗达特十分喜欢范迪赛尔这个人 认为他非常有潜力 想了想决定加入一个角色 让范迪赛尔来演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狭帕佐了 还就是剧中几乎所有的演员都参与了为七几周的军事训练 这才让电影中的演员们 看起来十分像军人 甚至对于军队中使用的一些手语 以及暗语 都是在军训里面训练出来的不过 有意思的是 作为电影的主角马特达蒙 却没有参加军训 而理由据说是导演斯皮尔伯格 觉得马特达蒙没必要参加军训 当时作为电影的导演斯皮尔伯格原定计划 是在英国进行拍摄的 可因为当时的英国国防部 拒绝了提供上千名士兵 作为临时演员的要求 于是 斯皮尔伯格只好将拍摄地改为爱尔兰 而原因也很简单 爱尔兰这边不仅表示愿意提供人力 甚至连场得都帮他们解决 电影的原定计划 中日人的扮演者 并不是马特达蒙 而是爱德华诺顿 没错 就是那个主演的无敌浩克 而被观众熟悉的人 当时斯皮尔伯格老爷子找到他的时候 他嫌弃剧本太复杂 而且觉得自己的出场时间太晚了 于是就这样 爱德华诺顿失去了一次封神的机会 电影中对于军队服饰的细节刻画 也是相当到位的 每个军人的军衔 以及臂长 都做到了相当大的考虑 影片在开拍前 就专门设计了三千多套军服 并且还找到了原先为美军制作过军靴的公司 让他们按照二战时的样式 重新制作了几千双军靴 斯皮尔伯格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 也下了大功夫 尤其是电影中的长达十几分钟的登录镜头 他和演员们一共演练了几十次 足足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排列 因为电影中使用的爆炸物 都是真炸药 为了确保每个演员不被炸药炸伤 而且为了更加真实 导演采用纪录片跟拍的手法 这才让我们看到每个演员在登陆时的表现 也正因为花了如此大的功夫吧